美国和台湾将举行新的高阶年度经济与商业对话 透过新平台深化双边经济连结 驻美代表萧美琴认为 这项平台与台美贸易暨投资架构协定 TIFA相比内容更为广泛 他也认为这项对话能和TIFA相辅相成 期待借此带动台美经贸关系的整合与互动 这个TIFA过去是以USTR所主导的一个贸易对话 昨天在国务院所提的这样的一个对话 是跨越不只是贸易 它还有经济很多的面向 包含这个supply chain 就是生产链 那包含甚至是能源的议题 跟这个资讯科技等等许多的面向 应该是超越USTR过去的这个双边对话的内容 台湾日前取消美国牛肉和猪肉的进口限制 这项政策能否加速台美双边贸易协定BTA顺利启动 小美请表示将会极力争取 BTA一直是我们朝野各党大家共同努力的目标 那十几年来我相信每一个党也都知道 在努力的过程当中 这个猪牛的问题一直是我们往BTA 进一步去洽签最主要的障碍 那我们也会极力的努力跟争取 未来进一步的跟国际接轨 小美请认为台湾处理和美国贸易纷争 最棘手的问题 是向国际宣誓有能力面对与国际接轨的挑战 未来台湾与各国洽谈进一步经贸合作时 能够拥有整体信任度 也会有更高的洽谈意愿